不出意料,耐克在十个工作,日内没有匹配报价,安塔如愿和海沃德天下四年代言合同,安塔这次能击败耐克,最大筹码可能并不是钱。 蓝熊体育得到独家消息,耐克决定复辟配安塔对海沃德的四年报价合同,后者将正式签下这位NBA全明星球员,耐克与海沃德的合同在9月底到期。 虽然后这本赛季是骨折大伤归来,但双方的试约谈判之前一直顺利,也传出过即将签约的消息,直到安塔等品牌杀出。 据蓝熊体育了解,安塔这次给海沃德的合同,年价其实不到200万美元,他们打动对方的杀手点就是,签名鞋。 在NBA,球星拥有自己的签名鞋,是商业价值的最高体现,因是可以获得销售分成,二是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元素甚至设计理念都放到球鞋上去,已经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。 在篮球鞋市场占据绝对霸主地位的耐克,现一球员也只给了布朗詹姆斯,凯文杜兰特,凯利欧文和保罗小致四位,球员出了签名鞋,他特意不出新鞋。 对于他们来说,出签名鞋不仅意味着新的设计线和生产线,随之而来的市场推广线,更是一笔巨大的投入。 耐克必须保证其品牌签名鞋的稀有地位,这样才能让旗下顶级球星彰显地位。 所以在非顶级球星的续约谈判中,他们对签名鞋的承诺总是甚至又甚。 相反,中国品牌基本没有这种固域,包括匹克和李宁在内。 早年大洞NBA球员的杀手锏就是签名鞋,像恩巴蒂尔和白伦戴维斯们得以借助中国品牌获得至高荣誉。 匹克前后签过近20个NBA球员,几乎人人都有签名鞋,前些年的球星中国型,每年夏天都要同时发很多款。 最近几年,匹克的帕克签名鞋,李宁的维德之道,以及安塔的汤普森系列,无论设计还是质量,都获得了NBA球员,以及球星媒体的专业验可。 NBA球星对中国品牌的认知度和验可度有了明显提高,这些球星们不错地穿着体验,得以口口相传,也打开了更多NBA球星试水中国品牌的窗口。 上赛季出,李宁对待颜合同到期,的全明星星星子姆哥,阿德托昆博展开猛烈追赎,也拿出了签名鞋作为诱惑,不过奈克最终还是匹配了合同,当然从心向上来说,子姆哥和海沃德不在一个级别,前者已成为联盟前幕的超级球星,奈克肯定不想在他身上发当年发走斯蒂芬库里,目前是UA门面那样的错误。 而后者还只入圈过一次全明星,又是大商出狱,如果给他签名鞋待遇,其他很多奈克球星怕是都要效仿。 从奈克离开的库里,如今已是UA门面还有,过去的一两年,篮球鞋市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原本被追捧为时尚和潮流的篮球装备,热度在明显消滑。 跟2015年相比,2017年美国篮球鞋销量下,划了13%NPD数据,下一轮启示,在什么时候还不得而知,内衣人空千银鞋,和万年市场下滑夹击之下,奈克选择放弃海沃德,是个可以理解的商业选择。 再说回安塔,虽然签过加内特、龙多和帕森斯等球星,签约庞普森可以说是他们到目前最成功的NBA手笔,在对方成名之前签下具有超高性价比,品牌同时还渐渐了他的成长和蜕变,随着推出的一系列产品,也是备受市场好评,并借此改变了球迷和市场之前对安塔篮球产品的很多负面印象。 这从他们去年夏天提前好几年,就跟汤普森完成十约仪式得到印证,安塔这几年也一直在寻找下一个汤普森,之前瞄准后扣篮王扎克拉文,最终迷迪过埃迪达斯。 这次生活,28岁的海沃德,虽然需要冒一定的风险,但至少也获得了汤普森之外的第二落点,一个在新海岸的勇士,另一个在东海岸的凯尔特人。 两阶都是本赛季NBA总冠军的大热门,再加上在湖人辅佐詹姆斯的代言人龙多,他们发给品牌展示故事,提供了更多可能。 声明,本文游览熊体育原创,撰载请注明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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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声明,本文游览熊体育原创,撰载请注明。